这天哪 由于男子上山打猎 捉到了一个又肥又大的母袍子 这个袍子很具灵性 要被杀时 前腿跪地 流着眼泪点头求饶 但是男子却无动于衷 还是将他活活打死 回家看到女儿后 直接崩溃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和芬同生同长在一个村子里 我们既是好朋友 又是同校同班同学 因为小时候 都是女孩子发育的比较快 初中的时候 我和芬长得比班级里的男孩子还高 我们还总爱在一处戏弄长得小的男孩子 芬长得真的特别漂亮 是那种传统的古典美女样貌 而且芬脑袋瓜还特别的聪明 课堂上老师讲什么 他都能很快理解 爱学不学的就能取得好成绩 名列前茅 是我这种笨脑筋的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当时 他的家境也比我们好 本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念完初中 成为高中同学 开启青春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 初二那年芬病了 这一病就是许多年 芬再也没有返回过可躺 芬那年病得很蹊跷 甚至她这一病 在当地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们背后也议论纷纷 这件事和她的父亲有关 还要从她父亲年轻的时候说起 我们老家临近边境 气候特别寒冷 每年的夏天只有一个多月的样子 虽然天气不太宜人 但大自然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馈赠 我们那里的物资丰富 山上有数不清的野果 有野杏 野柿子 臭李子 春天有蕨菜 夏天有蘑菇 秋天有药菜 冬天万物休养 又是难得清闲的世界 只要人不懒 在我们那里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可惜人的欲望如沟壑 永远不知满足 为了挣快钱 挣大钱 有很多人上山猎野兔 野鸡 捉蛇 即便常听人说 有人滚下山骨折了 有人被蛇咬中毒了 大家还是屈之若物 芬的父亲也爱跑山 有一次 上山时碰到了一个袍子 这个袍子个头比较小 一看就是袍子仔 芬的父亲随手捡起一块石头 砸了过去 袍子受惊 跑了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喊傻袍子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 好奇心很强的动物 被枪打 或被陷阱靠的时候 他们明明已经逃脱了 过一会儿 还会因为好奇心返回来看 所以 每次都会被人捉住 是真的傻 芬的父亲碰到的这个小袍仔 也一样傻得出奇 不一会儿 又溜溜答答地走了回来 在那细品 刚刚砸他的那块石头 被芬的父亲直接用绳子套住牵回家了 没多久 这个小袍仔就被杀了 皮卖了一个好价钱 肉被腌制晾晒成了肉干 经过这次成功捕捉后 芬的父亲觉得捉袍子来钱更快 于是开始研究怎么设陷阱 怎么套袍子 怎么能一次捉袍子母子俩 芬的聪明材质 原本就是遗传他父亲的 聪明的吩咐没多久 就研究出一套捕捉方法 不再辛苦地去采山货 开始了狩猎生涯 因为当时动物的皮毛 比蘑菇 药材更值钱 所以 没多久 他家的日子就红火起来了 家里的积蓄多了以后 他父亲开始挑选上好的袍子皮 为自己定制过冬郁寒的皮衣 每次穿着皮衣出去走一圈 人人都会说几句奉承话 这极大的满足了 他父亲的虚荣心 我是真心不太明白 大家穿着昂贵的动物皮草 皮衣骄傲个什么 那分明就是动物尸体嘛 而且 芬的父亲 还喜欢在袍子皮衣的兜里 放入袍子杆 他说这是让他们落叶归根 说这是皮肉不分家 吃起来还是原汁原味 总之 他父亲那几年嘚瑟得很 有一次 他抓到了一个又肥又大的母袍子 这个袍子很具灵性 要杀时 前腿跪地 流着眼泪点头求饶 但吩咐没有为之动容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开膛破肚后 发现他肚子里怀着子呢 如果没有被杀 应该很快就能生产了 芬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自责内疚 而是嚷嚷着 要用这袍子未见天日的皮给心爱的女儿做一件小皮衣 漂亮的皮衣做好了 芬的噩梦也开始了 一天晚上 芬的母亲正坐在火炕上看电视 早早睡下的芬忽然高喊一声惊醒 芬说他梦见了一团血淋淋的东西 好可怕 第二天晚上 芬又是尖叫着醒来 哭着告诉母亲 她又做了可怕的梦 说什么也不敢睡觉 第三天晚上 芬睡梦中开始呼吸急促 蜷缩着身体左右翻滚 被母亲连喊带推的弄醒后 芬大喊一声 啊 鬼 哪里有鬼 她就是鬼 芬指着穿皮衣从外面刚进屋的父亲狂喊 一边喊 一边穿着单薄的睡衣冲出了家门 从此以后 芬的精神就不太好了 只要看到父亲就开始胡言乱语 说父亲满身是血 说父亲是鬼 无奈之下 芬办理了修学 由父母领着到处看病 当时芬的父母不仅带芬去了医院 也带芬找了一些人看外病 也许是别人说了什么 也许是她察觉到了杀袍子太多不好 芬的父亲把皮衣烧毁了 把腌制的成麻袋的袍子干扔了 但芬还是不能看到她父亲 只要一见父亲 原本还好的情绪就会立马失控 最后没办法 由芬的母亲带着芬出去单独住 芬的父亲想孩子了 只能偷偷地从院外看几眼 骨肉不能相守 应该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了吧 要是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情况也好 芬的母亲照顾芬几年后心力焦脆 一天突发脑溢泻 死亡了 芬只能再由父亲接回照顾 长大了一些的芬 开始骂她的父亲 每天不停地乌言晦语 破口大骂 芬的父亲只能默默听着 再后来 变成了上手打她的父亲 发起风来 力气特别大 给她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 没有办法 芬的父亲只能把她送到城里的精神病院治疗 治疗了一段时间后 分好了一点 但也像打开了新天地一样 再也不愿意待在小村子里了 她开始问父亲要钱 拿到钱就跑出去玩 偶尔打打工 但都做不长 花得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 在长途跋涉地打车回来 让她父亲付昂贵的打车费 回家后 再问父亲要钱 她父亲不给她 就威胁父亲 如果不给我 我就在网上借高利贷 到时候还不上 利滚利 就让他们给我打死 没办法 芬妇只能再给她钱 再眼睁睁地看着她跑掉 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 后来 芬再回来的时候怀孕了 一个未婚的大姑娘 满村子的晃荡 说自己怀孕了 芬的父亲再也抬不起头 好在后来 找到了让芬大肚子的男孩 也是这通电话 让芬的父亲 发现了一个秘密 自称是芬男友的男孩 坚持说 芬是一个正常姑娘 并没有发现 芬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 不然 不会和她谈朋友 这个男孩说 芬在城里的时候 每天正常上下班 回家后 还会洗衣做饭 甚至 她已经去见了 男方的父母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前段时间 芬说家里有事情 要回家一趟 就一去不回了 她压根不知道芬怀孕了 这个男孩一直说 愿意负责 想接芬过去养胎 可是芬就是不去 就是要在家折磨她父亲 芬为什么在别人面前 好好的 在她父亲这里 就不正常呢 谁也说不清了 芬的父亲 被女儿折磨得好活不成 想死 又担心自己 这个芬姑娘不敢死 芬父现在已经两片斑白 蹉跎不已 不仅一次因为女儿痛哭流涕 当初那个母袍子 知道他们母子无缘见面时 也悲痛落泪了 如此可见 动物母子的情感 和人是一样的 我请父亲 在适当的时候 劝告芬的父亲 我们不知不觉 造了很多傻业 如果真的认识到错了 可以先去忏悔和道歉 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但父亲说 芬的父亲每次听了 都是沉默不语 希望能够早些听到分得好转消息 杀生的业是最重的 不管杀任何众生 都会感得短命 愁离多 常遭恐怖事 死后受苦 再生依旧短命 多病的苦果 现在人杀业增重 觉得吃动物理所当然 如有动物伤人 或吃人 当作天下奇谈来看 殊不知 众生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每个友情的生命 都同等珍惜 只不过我们会说话 他们不会说人话而已 此视频若有点滴功德 悉接回向给分 以及吩咐 还有一切被杀害的众生 愿早解冤结 究竟解脱